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他心里也很慌 害怕矛盾再次升级 发生到不可收拾的地位 可他还是铤而走险了 万幸 最后的结果只是陪见依父 依父 糟了 他正想打开501的大门回502 忽然间冲进了路易的卧室 整个人被卧室里的一道风景凝固在了房门口 他双眼瞪得像铜铃 紧紧盯着路易光着的上身 路易正在换衣服 惊吓得突然闯入 他一时间也不知所措 周围的空气全都静止了 两人都不知所措地对视了几秒 路易的魂魄率先归位 可他不躲也不阻止 大大放方地让惊吓看着 惊吓也毫不客气 死死地盯着 眼睛都舍不得眨一下 生怕一眨眼 知道美丽的风景就不见了 他见到了男人中传说的八块腹肌 健美的肌肉 喉咙不由自主地动了动 像是在吞东西 双眼还舍不对开 时候差不多了 路易提醒道 看够了吗 今下那在九霄云外的魂魄瞬间归位 急忙转身 满脸通红 大口吸气 那 那 那衣服要及时洗 晚了可能会洗不掉 路易弯了弯唇脚 快速套上一件T恤 将换下来的衬衫往今下扔去 衬衫不偏不倚地将今下头盖住 一股淡淡的香味混合着中药味扑鼻而来 也许中药的味道 今下闻得太多了 他的注意力全集中在了那股淡淡的香味中 而忘了挪开脚步 路易见状又弯了弯嘴角 笑够了冷冷的声音道还不快去洗 哦 今下惊慌失措地扯下头顶上的衣服 跑着离去 他身后的某人一脸欢笑 没有第一时间将他的衣服扯下来 应该是不嫌弃他的味道吧 某人这么想着 脸上的笑意越浓 只可惜那迷人的笑容 只有他自己欣赏 终于 折腾完了 路易的衬衫上没有遗留半点中药的屋子 他庆幸自己是学中医的 知道该怎么去除中药屋子 不然就算他现在倾家荡产也赔不起 今天是牛郎与织女相会的日子 一年仅此一次 没有男朋友 也要美美搭 他化了个精致的妆 穿上他衣柜中 最贵最美的那一套连衣裙 满衣地在镜子前转了两圈 沾沾自喜地夸自己道 眼睛下呀 眼睛下 你真是天生励志男子气 咔嚓一声 502的大门被打开 紧接着又咔嚓一声 501的大门也被打开 是巧合吗 惊吓就当他是了 惊吓殊不知 501里的人一直在守株待兔 他挑了路一眼 穿得还挺人模人样的 毕竟去约会 怎会不好好打扮一番 要打招呼 说点什么 祝你今晚愉快 多于他和他的关系 还不到关心的这种地步 那就让某人先走 某人倒是挺领情的 不声不吭地与他擦肩而过 某人走到了电梯处 侧头对身后的人而道 快点 电梯来了 那么病交的人都开口了 惊吓怎会拒绝 屁颠屁颠地跟了上去 电梯里 路易偷偷地瞧着惊吓 那叫一个赏心悦目 欣赏完后 得说正事了 路易假装不舒服地 咳了两声 你今晚得到我的司机兼私人医生 为你自己赎罪 脑子发烧 他去约会 他却不会引起他未婚妻的误会 路老师 这样不太好吧 你未婚妻会误会的 我都不怕 你怕什么 不去也可以 那我只能跟你舅舅说明真相了 让你舅舅好好教育教育你 也让我小姨多多关照你 帮你走上人生的正轨 真相出来后 舅舅的教育 于琴琴手里的毕业证 惊吓一个也躲不过 他思量了片刻 决定为自己赎罪 拒绝了谢霄的邀请 他也正想去看看 路易的未婚妻到底长什么模样 竟然受得了这么病骄的人 感谢霄的未婚妻 感谢霄的未婚妻